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市隔一個月,每月用什麼回來啦 跟以往一樣,都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今個月裡面我用了什麼,覺得很值得告訴大家 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2022年第一條的每月用什麼有什麼的話 我們現在就開始啦 臨近新年第一樣想分享的東西和迷信有少少關係的 就是一隻招財貓啦 這兩個月大家都應該有看到牠在電視櫃那裡的 其實我就買了兩隻,一隻放在長洲,一隻放在我家 我覺得牠跟傳統一般的招財貓就漂亮很多 而且看上去就文青很多 你看看那個淺黃色是很pastel,很柔和,很溫暖的 牠是輕飄飄,然後是膠質的 但是看上去磨砂的質感非常之好 來自德國的一個studio,叫做Donkey 但是牠不是德國製造的 牠連後面有條貓的尾巴 然後旁邊的弧度,我也是覺得非常之漂亮和仔細的 然後下面就是入電的地方 是用一顆AA電的,然後就沒有開關鍵的了 那你撥一撥那隻手,牠就會自己一直在動的了 買了兩隻回來,連連運費要786元的 就是平均一隻接近$400元的 想了也有差不多半年時間了 還是忍不住就,哎,不如買了回來吧 買又是另一個煎熬來的 因為等了差不多一個月了 那牠有沒有功用呢? 我就不知道的了 但是放在家裡的確是挺賞心悅目的 除了這個顏色之外 家裡我就是買了Moonlight一個低調的金屬色 牠還有一些粉紅色,白色,黑色,藍色,紫色等等 每一個顏色就會有一個應對的功效 黃色當然是招材,然後粉紅色可能是愛情 這些個人喜好,還有信就有,不信就沒有 我就沒什麼所謂的,純粹覺得真的漂亮 不過牠是有一個小小的缺點的 不知道收不收到音呢? 總之就是有些呱呱聲的 如果在夜蘭人症的時候聽到 也有少少的騷擾在這裡 但是你可以動一動的手就解決到這個問題了 牠是在Pink Coy買的 就台灣那邊寄過來 我找了很多不同的商品 都好像只是Pink Coy才可以購買 想格價的時候都沒得選擇了 這個就是今個月第一樣想分享的東西 說起這張桌子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我的香氛 來自Rituals 之前剛剛搬進來的時候 我就剛巧在Rituals買東西 送了一個小同一個系列的Jasmine 那時候就放了在飯桌的 然後每次進來一打開到門 整間屋都是很香 我很喜歡的 然後聖誕節就收到他們寄給我的這個 我也是放在這個茶几貼著牆 但是一樣一開門的時候 是有一陣高貴優雅的味道 然後每個客人來都會說 你家裡很香 因為這一邊是相對比較潮濕 很容易以前舊屋那邊就明顯的了 一打開到門就有一陣噴味 自從用了這一類型的香氛之後 完全沒有這個煩惱 是超開心的 而且它是玻璃 超有質感 放在這裡是超美觀的 本身它是有很多支這些棒棒的 但是我就沒有放曬 因為我怕越多棒棒 它是越快散光了 也不想香味那麼濃郁 想淡淡的 然後很輕飄飄 又有一陣優雅的味道 然後小的那個 我10月搬進來的 用了兩個月去到12月的時候 就已經沒有了 但是這個暫時現在都是放了兩個月 讓我先搖一下它 裡面還有很多 應該還有一半左右 我想它可以用到三四個月左右 然後第三有想分享的東西 是一個電話APP來的 因為最近情緒波動 壓力都比較大 雖然就沒有去到失眠 都睡得很好 但在臨睡前我的思緒都很混亂 經常想很久 想很多東西 然後臨睡前那一刻 都是不停地急轉彎 所以我就想找一個APP 幫自己冷靜下來 把整個人冷靜一點 就找到一個叫做TIDE的APP 就是這個了 我按出來給大家看看 最近的電話 最近的電話錄得比較慢 不好意思 它是一個幫助睡覺的APP 你會看到一些Sleep 然後Focus 然後Nap 通常我都會用這個Sleep 然後按進去 它就會設定你平時起床的時間 那你就說現在開始睡覺 它是會有一些柔和的音樂 其實有得選擇的 它是可以選擇一些海岸聲 森林的聲音 然後有很多其他下雨的聲音 總之就是你喜歡哪一類型 個人是可以輕鬆一點的聲音 那你就可以陪著你入睡 它不會整晚都是這樣的 我試過半夜醒的時候 它已經沒有這些聲音 它也有幫你錄像你睡覺的情況 它會錄下你扯鼻韓的聲音 超好笑的 另一件事就是 早上的時候 它是可以做一個鬧鐘的 不是那些平時電話的爛爛聲 而是它用一些大自然的聲音 第一天用的時候 我是不知道什麼事 有時候在夢中睡覺 聽到一些小鳥的聲音 我還在想 我今天在長洲嗎 沒有理由的 然後小鳥的聲音越來越大 為什麼家裡有小鳥的聲音 原來它是用小鳥的聲音 它也試過用海浪的聲音 但是它不是突然間很大聲的 那些小鳥的聲音 而是漸進式的 由小小聲開始 最後吵醒你 是非常有趣的 這個就是我最近很喜歡 用來睡覺前 然後它就不用錢 非常好的一個APP 之後就是一月發生在我身上 也算是一件很大的事 放在IG story 大家的回響也很厲害 一會兒 然後咬我的嘴角 很深 它是有時候會突然有神經質的 但如果大家在街上看到它是不害怕的 我知道是某些情況 現在正視這個問題 其實呢 只要你有養貓貓狗狗 一些小意外 都不能避免到 但是呢 最好不要在臉上 Anyway 我現在過了一個星期左右 其實康復情況都不錯 那些橫印呢 我用遮瑕膏是遮到的 這裡會有一條條的痕 但是最深這裡 應該都還能看到的 大家 它還是康復中 也有八成 很多很多人問我 究竟用了些什麼 我可以告訴大家 頭一天 我是什麼都不敢搞它 只是拿消毒藥水 然後去弄傷口 然後就拿人皮膠布 人皮...人工皮 其實在各大屋臣市 都可以買的 貼上去之後 第二天就已經差不多可以埋口了 是這麼深的 第一天是完全感受不到 然後呢 等它真的埋口 完全沒有任何的液體流出 你看到是乾了之後 我就用了兩樣的產品 就是它們了 Starrytail的N13 和Serenia的桂花油 本身呢 我是打算用N8 因為用開了 也覺得收復力不錯 但店主Cesse說 就告訴我 不如你用N13 是難免用得的 更加安全 以及它的收復力都很強 然後Serenia 也告訴我 她們的桂花油 是有不同的草本成份 對皮膚的收復力 和新陳代謝 都是非常之好 所以我就很簡單了 這一陣子的護理就是 這個質地很稠 有點像風凰漿的感覺 裡面有先人掌精華 推出來的時候有一點滋潤度 不會很稠或者很難推 然後再塗兩滴桂花油 塗在面上 你會看到即時光澤 這個組合相對上比較滋潤 但是很適合我現在的特殊情況 因為不敢用太多的精華 不想用自己的臉來交飛 暫時都是兩滴走天鞋 都已經足夠了 然後桂花油是有一層中藥的味道 你會覺得很草本 看回我的修復情況也是很滿意 但是當然我平時有做運動 新陳代謝都真的不錯 所以我覺得這個 他們兩支的護膚品 都是幫我加成了我的修復效果 那我臉的情況就交代了 亦都更新了 大家不用擔心 在這個進度 下個禮拜就應該好得七七八八了 當年濕疹都熬過了 這些傷痕少而方 沒問題沒問題的 下一個要分享的東西就是一個益生菌 它是深夏人丹的Befina SI 本身我是沒有任何便秘的問題 都算是順暢的人 所以一路以來吃益生菌 我都是覺得吃安心 又不可以拿腸出來看看 是不是健康了 兼且每一款益生菌裡面的菌種 數量和每條腸對於益生菌的反應 都是不一樣的 今次我看到它的廣告說得那麼厲害 我身邊也有幾個朋友吃 都是告訴我不錯的 我又試試了 吃了一個禮拜之後 我都沒想過自己是可以更加順暢 更加爽的感覺 它這款是說可以抗敏 加強免疫力 但是這些東西是看不出來的 你不知道自己吃完之後 是不是真的沒有那麼容易敏感 又或者是否真的抵抗你好做 這些就真的吃完就當有了 我打開一包給大家看 它都幾方便 就是這樣一包 然後倒出來 看不看到呢? 它裡面有粉和黃色的波波 平日我就不倒在手裡 整包這樣倒出來 今天要給大家看 用手吃吧 它裡面的波波就說不要咬碎 然後吞下去 就比起如果有些朋友不喜歡吃藥丸 那類的話 它是方便很多的 倒進口裡 我覺得是像過了期 受了潮 不會爆炸的爆炸糖 粉會自己用 是檸檬味的 然後那些一粒粒 你用水很容易就會沖到 和吞到 我試過 雖然它說不好 我很擔心咬了 不小心會不會苦 故意咬它是沒有味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這個擔心的話 怕有怪味也不用擔心了 這一款就是紅色 我打算吃完之後 試試買藍色 因為它有另一款 我不知道有什麼分別 我看到是數字不同 所以不如下次買來試試 我覺得挺有效的 最後一件東西就是新鮮滾熱 我昨天收到鄰居送給我的 日本煎餅 因為我和鄰居的關係很好 然後我幫了它一個很少很少的網 它竟然送了一份大禮給我 原本我聽到它說是煎餅 我以為是 脆薄薄的餅 誰知道一打開 大家準備煎叫 它是超級美 近鏡給大家看 現在一圓看 看得出嗎 一看到這些 就很想念日本 怎麼捨得吃 它這麼美 它後面是燒米餅 前面是有少少糖霜的感覺 為什麼我會知道呢 就是因為我看到有兩隻貓頭影 我就吃了一隻 超級殘忍 它真的超級可愛 盒裡面有個簡介 原來還有貓貓狗狗 動物園系列 非常適合送禮 特別是有小朋友的家庭 收到一定很開心 但是它是在日本買回來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會不會有代購 或者是有沒有什麼渠道可以買到 純粹是很想告訴大家 我昨天收到的時候 是尖叫出來 一打開的時候 是超驚喜的 哇!真的不得了 原本這條影片是沒有這個環節的 但是我決定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我收到這份超級美的禮物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些 一月用什麼 我自己用完 或者是做完覺得很值得去分享的東西 希望大家都喜歡這個系列 我們可以繼續延續下去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會 錄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就是三 以及星期日就是十二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好